警察受罪是哪些位置受罪 以及是哪些警察受罪 你都说陈契游行队伍的主犯 刚刚不敢接受你的意义 现在的重远不是在阴中 但是你会怎么清走 现在见到的示威者 还是会怎么再加强的方法 我先讲了 不好意思 头一半 我先讲了13位同事 其实全部都是我们前线 在最前面去处理那些冲击事件的 一些机动部队 又或者是军装同事 而他们受伤的位置 大部分都是在制服外脑的地方 包括他们的手臂等等 而有关你的下半条问题 就是有关现在立法会冲击的部分 我想因为现在也是仍然正在做 进行发生一些极度暴力的冲击事件 我相信我们的现场指挥官 现在也是因应现场的情况 作出调配的 主要是哪些位置受罪 还有是先一类的警察受罪 还有你都说 陈契游行队的主犯 刚刚不敢接受你的意义 现在还有人在阴中 但是你会怎么清走 现在见到的示威者 还是会怎么再加强的方法 我先讲了 不好意思 头一半 我先讲了13位同事 其实全部都是我们前线 在最前面去处理那些冲击事件的 一些基隆部队 又或者是军装同事 而他们受伤的位置 大部分都是在制服外脑的地方 包括他们的手臂等等 而有关你的下半条问题 就是有关现在立法会冲击的部分 我想呢 因为呢 现在也是仍然正在进行 发生着一些极度暴力的冲击事件 我相信我们的现场指挥官 现在也是因应现场的情况 作出调配的 主要是哪些位置受冲 甚至是哪一类的警察受冲 还有你都说 就是行系流行队 那个指挥刚刚不讲 接受你的意义 现在仍然不在阵中 但是呢 那你又会想怎么清走 现在见到的示威者 还是会怎么再加强的方法 我先讲了 不好意思啊 头一半 那我先讲了13位同事先 其实全部都是我们前线 在最前面去处理那些冲击事件的一些 基隆部队 又或者是军装同事来的 而他们受伤的位置 大部分都是在制服外脑的地方 包括他们的手臂等等 而有关你的下半条问题 就是有关现在立法会冲击的部分 我想呢 因为呢 现在也是仍然正在进行 发生着一些极度暴力的冲击事件 是的 那我相信我们的现场指挥官呢 现在也是因应着现场的情况 作出调配的 警察受罪 主要是哪些位置受罪 还有是先一个来的警察受罪 还有你都说就是 就是隐藝流行局 那个主办 刚刚刚刚说 接受你的意义 现在还有人在阵中那一大 那你又会想怎么清走 现在见到的示威者 还是会怎么再加强的方法 我先讲了 不好意思啊 我先讲了13位同事先 其实全部都是我们前线 在最前面去处理那些的冲击事件的 一些的基隆部队 又或者是军装同事来的 而他们受伤的位置 大部分都是在制服外脑的地方 包括他们的手臂等等 而有关你的下半条问题 就是有关现在立法会冲击的部分 我想呢 因为呢 现在也是仍然正在进行 发生着一些极度暴力的冲击事件 是的 我相信我们的现场指挥官 现在也是因应现场的情况 作出调配的 那些警察受伤 主要是哪些位置受伤 甚至是先一类的警察受伤 还有你都说 就是行李流行局 那个主办刚刚不讲 接受你们的冲击 如果现在仍然不在阴中 但是呢 那你又会想着怎么清斗 那些人间的示威车 还是会怎么再加异 我先讲了 不好意思啊 头一半 那我先讲13位同事先 其实全部都是我们前线 在最前面去处理那些的冲击事件的 一些的机动部队 又或者是军装同事来的 而他们受伤的位置 大部分都是在制服外脑的地方 包括他们的手臂等等 那而有关你的下半条问题 就是有关现在立法会冲击的部分 我想呢 因为呢 现在也是仍然正在进行 发生着一些极度暴力的冲击事件 那我相信我们的现场指挥官 现在也是因应现场的情况 作出调配的 警察受伤 主要是哪些位置受伤 还有是先一类的警察受伤 还有你都说 就是行李流行局 那个主办刚刚不敢接受你们的意义 现在仍然不在阴中 但是呢 那你们会怎样清走 或者现在的消费车 还是会怎样再加强不安 我先讲了 不好意思啊 我先讲了13位同事先 其实全部都是我们前线 在最前面去处理那些冲击事件的 一些的机动部队 又或者是军装同事来的 而他们受伤的位置 大部分都是一些 在制服外脑的地方 包括他们的手臂等等 而有关你的下半条问题 就是有关现在立法会冲击的部分 我想呢 因为呢 现在也是仍然正在进行 发生着一些极度暴力的冲击事件 那我相信我们的现场指挥官呢 现在也是因应着现场的情况 作出调配的 而我们之所以要和主办单位去联络就是 我相信大家都会认同 如果现在现场这样 用一些铁马去撞击立法会的玻璃牆的时候 我们觉得基于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的考虑 那里未必适合做游行的终点 而我们也都希望主办单位是负责任地 在这方面作出考虑 好 最后一条 最后一条 我想问 但刚才你会因应现场情况 见到一些示威者和平 那警察就不用做了 那是否真的代表着 刚才11点几 冲出来折迷马路的示威者 是否和平 所以就可以认同他们 那是否真是很合逐的 我相信你只是 将我刚才讲了的一连串考虑因素 只是讲了一点 当然如果和平的话 这个也是我们警方最希望见到的 但是我刚才也有提过 我们也都会考虑回当时的气氛 和我们的一些风险的评估 就是例如当时现场最坏的情况 会去到哪里 其实我要重申 我们警方在过程里面 一向都是以一个克制的态度 如非示威者使用暴力 我相信我们什么都不用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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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警方严厉谴捐捎小一姐的暴力行为 说会严肃跟进和调查 另外警方说金钟一带 我们先看立法会 我们先看立法会外面 和里面的情况 我们先看立法会外面 在刚才接近一点半的时候 有一些示威者突然之间 用一些铁车和铁通 撞击立法会的玻璃 现在我们看到画面 左手边就是外面的情况 而画面的右手边 就是在立法会里面的情况 你都见到有一些的烟雾 就是在里面那里 我们先看立法会 我们开启愁 一起来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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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